终于从末之道里出来了 真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玩秘诗讨物 这时候还不能放松警惕 闭嘴小一点 他们就不能把我走宽敞点了 小心 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哥哥 你太紧张了 就算真有小兵什么的 我们也能够轻松将他们打败 没那么简单 大家的今天 都因为刚才的战斗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用来充能的金马 也见底了 你们看 灵依 你的爆能发射器 怎么坏成这样了 我的爆能发射器 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 这是我捡到的 不过都坏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用 可不一定没用 果然 它还保留着这些数据能量 可以被提取出来 只有这一点能量 能干嘛 击杀成多 巨杀成塔 有道理 我们快多收集一些能量 之前怎么没想到 利用这些转换金马的能量啊 那我利用嘛 成功了 什么声音 我的金马 我的金马不见了 你们有转换到自己的账户上吗 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操作 有小偷 这里就我们几个 哪有小偷 就是有小偷 周围找找吧 是不是掉哪了 真有小偷 真有小偷 怎么回事 你们看你们看 我说什么来着 是谁 快出来 干嘛拿我 这人鬼鬼祟祟的 砖投我们精满 说不定是和金融一伙的 他神出鬼没了 肯定是吃准了 我们拿他没办法 小姐 你们看前面 前面有光 或许是隧道的出口 太好了 终于能出去了 我看没那么简单 搞不好是个陷阱 老友 你的嘴就不能说点好事了 不管怎样 先过去看看再说 大家提高警惕 随时备战 你这是 让我来 他不穿 不会又是什么密室逃脱 要找机关的把戏吧 不是机关 是代码 这些代码说什么了 今天也是一个人 谁也别想过去墙那边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不能有人通过 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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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好无聊的代码 听起来像一些无聊人的土样 我们还是找找别的出口呢 小姐 大家小心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小心 小不点 这些佐链像有生命一样 一定是有人操纵的 听着 休想到墙壁那边去 可恶 这些小别 没完没了 菲伦 跳下办法 菲伦 你听到了吗 再坚持一下 我正在找突破位置 突破 老朽是不可能让你们突破的 从来没有人可以去到墙壁那边 这个墙 是坚不可破的 是坚不可破的 菲伦 我或许有办法 哥哥 我快挡不住了 以为老朽年纪大了 就反应迟钝了吗 这下 看你还能怎么办 快跑 菲伦 这边 哥哥 慢点 要撞上了 都慌我则怒了吧 这 这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穿过去 我已经破解了这堵墙的代码 现在谁都可以通过了 不可能 谁也不能通过这堵墙 谁也不能 趁现在 komen 爆料出金 爆料变奏 爆料变丢 爆料变丢 耐燕 开始 看我的 漫天飞雨 你输了 你们 你们不是穿过墙去了吗 那是我用戴马做的假墙 什么 原来是这样 你是谁 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老朽 也是刚刚回忆起来 自己究竟是谁 这面发光的墙壁 其实是一面防火墙 老朽就是防火墙的管理员 老朽的工作 就是守在防火墙前 不知漏洞 和病毒外漏 可是 突然有一天 一个神秘的黑影 强占了灰雨 自那以后 老朽不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 而是转为将所有意图进入灰域 闯过防火墙的人类全部剿灭 直到你们出现 将老朽唤醒 真的很感谢你们 否则 老朽 刚才一路攻击我们的AI小兵 也是那个黑影的属下吗 是的 那控制你的那个黑影 到底是什么人 老朽不清楚 甚至他是不是人 老朽都不敢断言 老爷爷 既然您是防火墙的管理员 那是不是可以用您的权限打开墙壁 放我们过去 哎呀 老朽也很想帮你们打开防火墙 只不过 老朽的权限 已经被那黑影取消了 什么 完了完了 那我们不是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先别急 老朽是没有打开防火墙的权限了 但老朽还有别的办法呀 啊 真的吗 嗯 老爷爷 您这是 老朽卷进了我体内全部的能量 为你们强制开启防火墙 就当时为老朽刚才攻击你们道歉 你没事吧 我还有一些好东西给你们 哇 这么多金马 这些是给你们的谢礼 感谢你们让老朽 回忆起了坚持 守在这里的处处 老爷爷 你不要死 老爷爷 不小心睡着了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赶紧走吧 我也要回去补觉了 真是年纪大了 打一仗全身又算被痛的呀 困死了 谢谢你 老爷爷 那个老人家真是有趣 哪里有趣了 装死吓唬我 我都哭了呢 朝子街里哪会有真正的死亡 你是自己笨 嗯 开仓他送了我们这么多金马 我就原谅他吧 嘿嘿嘿 我们在这里耽搁太久了 快走吧 你终于出现了 集中 我来了 住手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费伦 你不认识我了吗 欢迎来到 超世界飞车夺金赛的现场 本次比赛将会一场惊惊动破 好玩有趣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赛道 而是加入了道具盲盒的未知赛道 不仅需要选手拥有高超的赛车技艺 更需要他们拥有聪明的头脑 并且 这次的选手队伍 是由著名飞车手 和他们的本丝祖队而成 请欢呼吧 让我们用最大的热情 来迎接本次特邀嘉宾 最具有实力 最闪耀夺目的 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飞轮 你 你 你好 我 我 我 别紧张 我崇拜你 谢谢 我也想和你一样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哎 其实 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没那么好当 哦 既然有梦想 就好好加油吧 说不定 这场比赛就能成为你的出道赛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飞车手 飞车手们 朝着终点的晶片 出发吧 不愧是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一举多像本场第一个道具 什么 还一轮竟然放弃了能让对手打滑的香蕉皮 好 好 出现了 无敌新兴调剧 这位选手可以获得长达五秒的无敌状态 啊 啊 啊 既然 既然超过了飞轮 这位选手 难道是本次赛事最大的黑马吗 两辆车同时加速了 今天 最终会花落水手呢 啊 怎么回事 难道 是要出现史上第一次双冠军了吗 嗯 是因为风铃乱跑 而且还挡住了飞轮冲陷 才导致飞轮操作失误的 就是 我家飞轮哥哥 是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按他的实力 肯定能轻松获胜 我现在合理怀疑 那个叫风铃的 是收了什么人的黑钱 故意装成粉丝来捣乱的 嗯 我没有捣乱 我真的没有 嗯 我没有捣乱 我真的没有 超世界连接成功 主人 AI小月助手 检测到您需要帮助 小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证明自己 请稍等 大数据寻找号码 并不困难 哈哈 是你 那个 关于比赛 我想说 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 可是网上都在说我 别商量 我去帮你澄清 当时我的飞车出现故障 所以才导致了失误 与你无关 真的吗 你叫封灵对吗 嗯 封灵 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飞车手 我相信 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 等事情过去了 我想邀请你好好再比一场 关于这次事故 我要向所有观众表示道歉 我的飞车出现了故障 大无语事件 飞轮既然公开道歉了 但他似乎有无法说出的苦衷 让我们来看看 飞轮到底想说什么吧 原因我也不知道 请大家明点是非 谢谢 太明显了 飞轮意有所指 这场比赛就是有人捣乱 会是谁呢 这风铃真够坏啊 飞轮都亲自下场说明了 还不承认 佳人们 我们绝不像恶势里低头 飞轮在最后想要加速拉开距离 避免和风铃相撞 我们顺势就控制了风铃的车 飞轮的长青视频已经经过处理 这样一来 飞轮的粉丝更加相信我们的话 正在对风铃口诛比伐 飞轮发的完整视频 全网都找不到了吧 是 已清除干净 很好 开始下一步行动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要把你这个绊脚石彻底毁掉 曾被誉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飞轮 在一场比赛中 因失误被粉丝撞车而失去冠军资格 事后他居然引导其他粉丝 来网爆那名粉丝 有爆料称 飞轮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称号 是某飞车战队为他特意做的营销人设 起初飞轮说还要加入战队 结果在人设树立成功后 凭借着人气单方面毁约 像飞轮这种人品恶劣的飞车手 还能让他继续待在超世界里吗 光天化日 竟敢弄假人设骗我们 还让我们去网爆 纯纯是在利用我们 那个风铃也太可怜了 这种骗子怎么还能在超世界顺风顺水啊 飞轮 你就是个骗子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错了 当年的事跟我哥哥完全没有关系 他真的在包你 你根本没有引导什么广报 够了 不想听你解释 他是你哥哥 你永远站在他那边 我只站在真相这边 是你没有明白 听到的清清楚楚 还不够明白吗 我原本以为 你也就是个道魔矮然的骗子 没想到还是一个敢做不敢当 只会躲在地底背后的胆小鬼 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说的有错吗 他连面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他没有错 我不想听任何废话 集中 我准备好了 举刃 白夜 谁也不许动手 你一个人还想跟我们打 有本事多找点人来 你可别乌鸦嘴 我这张嘴啊 光临 怎么办 我们撤 有本事别走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呢 这就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 大哥 跑了一个 搞清楚我们的目标 你害我都忘记了要说什么了 反正 都给我上 你 分开战斗 没完没了的 绝人 你自己解决吧 熬在我身上 我也想和你一样 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我们是不是以多其少了 怎么会了 那我们再加点难度 有所谓呀 嘿嘿 明白 找应当 血服 给我上 三重飞车 不能再退了 我们得往前进 是 飞轮 想起哪儿啊 我才刚刚来呢 少说废话 想必杀 主人 我看到了小布点 摇摇啊 等他等他等他 修复 你干什么呐 战斗啊 修复 快去帮忙 唉 带不动 真雷 狈 我们该怎么办 必须先去下一关 只能 硬闯 空遞 尽全力吧 周到 主任 一起上 对 白燕做掩护 走åt了小姐 漫天飞云 到火了 慢点 我撑不住太久 大家快停下 小姐 空关的路就在这边 大家快跟上 快走 快 快走